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死亡散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的事情太多太多太多 说不完 但是我借着这个云联 大家要注意的 利用现代科技手机 随时可以了解 我们如何来趋吉避凶 你看了没有什么 你家里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智慧你要懂 有时候你的亲戚朋友 甚至你的最好的朋友 他患上这个烦恼的时候 你要能够帮他解 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 夫妻 他的家 就是这个一个店面 右边这里有一个五楼的大国大的基地台很高 他只有三楼 他家里的孩子很不平安 而且很凶 很不乖 白虎抬头 冰漆族 奴漆族 来问我图画好了 我告诉他说 你要改 上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我们不要跟邻居的人结缘筹 结果他的太太也是当老师 要他改 可能要花一点少钱 他就到 虎边那一家 君主人说 宣佛寺的混连书 叫我说 跟你说 你这个你这栋房子影响我们 叫你们要拆 好夭壽啊 所以那一户的 主人 哪一位有权利叫我拆 我要去找他理论 所以打电话到全国社上来 刚好长老接了 我们师傅不会告诉人家怎么样 叫什么人家自己要改 那么没有道德的人 叫人家拆 而且 乌赖是老师讲的 结果那一个 乌赖来说 我想张老师不会这么讲 所以 这一位 乌赖 这一位乌赖 乌赖 又到全国社来了 他说我跟他讲说叫他拆 他很生气 我没有叫你跟他拆 你要闪 他说我想这样叫他拆 我不要改比较方便 我说会话 我说会话 没有涵两个还当老师 我说这怎么办 那你就这个改悬观 改悬观 变相壁 那就好了嘛 我不看你总可以吧 这件事情才落幕 所以我们要自己学到 我不是把问题丢出来给你们而已啊 而是把怎么样趋吉避凶 最好的方法来改嘛 自己改嘛 DIY 上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嘛 所以这一位 两夫妻呢 向老祖道歉 回去就改了 改一改了 孩子渐渐稳下来了 不是孩子凶着钥匙 拳头都出来了 到处若视生辉 所以社会要乱 就是有缘因的要去查 社会不乱 我们要学到来帮忙 服务社会大众 就是我们维新圣教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的真实意 祝福各位